來 下一個 我最近收到很多投訴喔 說 海關末路加熱煙 大家覺得說 你要末路加熱煙 抽煙不好 我知道啦 就煙品的部分 重要的就依法行政嘛 該進的進 該瞌睡的瞌睡 然後我直接問 海關末路加熱煙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什麼 你憑什麼給人家末路加熱煙 暫扣押 大家都要問這件事 目前是暫扣押的 不好意思喔 暫扣押齁 海關氣勢條例第17條 茶會貨物違反本條例可以扣押 好 它違反海關氣勢條例哪一條 目前產品屬性不明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個我們也在跟衛務部這邊過 你們跟衛福部之間 1月的會議紀錄我調出來看 兩個部會互踢皮球 但是我現在的問題只有一個 非常的簡單 就是 我們的憲法是保障人民的財產權的 你要把人家的東西扣起來 就要有法律的依據 我接到陳情以後我就一直去看 請問你們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說是海關氣勢條例第17條 我的老天啊 海關氣勢條例第17條是可以讓你這樣用的喔 它到底違反了什麼法律的規定 然後你可以把它扣押下來 這不是說 海關氣勢條第17條有扣押的規定 我愛扣什麼就扣什麼欸 你還有另外一個法律授權說 你憑什麼扣 現在我在問的就是 財政部的法律依據是什麼 最主要是因為冤害防治法的這個部分 先提一下 冤害防治法第幾條規定 它不能夠吸入這個東西 它是施冤還是裂冤 冤害防治法第幾條 是施冤還是裂冤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在 跟這個所謂衛護部來 這個很奇怪啊 我們國家的行政機關是 法律的依據找不到 兩個機關還在研議還在踢皮球 在這樣的狀況下 就可以去扣押人民的財產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部分的話 衛護部已經打算把它納入 先提一下 你說衛服部已經打算 將它納入 請問納入了沒有 還沒 還沒你憑什麼給人家扣 憑什麼給人家扣 全部的人都在質疑啊 我們的政府 什麼時候 為了幫燕商的利益護航 連這種基本行政賞的一把行政 所以不是幫燕商的利益護航 那你告訴我嘛 你說衛服部打算要禁止 請問要禁止沒有 你剛剛要說沒有 所以你法律意義是什麼 你又打得不出來 官委員報告 他不是禁止 他是打算列入冤害防治法 對啦 一樣嘛 打算列入冤害防治法裡面 列入了沒有 作為管制的物件 管制了沒有 這是禁止啊 他不是禁止啊 禁止了沒有 還沒 那你憑什麼給人家扣 確定以後 我們就後續的配合處理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還會 沒有法律授權依據 現在也沒有禁止 你們說要扣就扣 這不是為了延伸的利益在護航 什麼是為了延伸的利益在護航 這不是為了延伸的利益在護航 那你告訴我 你的法律依據是什麼嘛 你現在甚至也講不出來 所以以後要禁 連禁都還沒有禁 人家的東西你可以這樣扣喔 我甚至去看了你們一月的會議紀錄 我看了快要休課了 衛福部發函財政部 建勤考量列為不得輸入的商品 衛福部建勤財政部考量 要列入不得輸入的商品 那顯然就是還沒有列入 還沒有列入 我們就用一個莫名其妙 完全沒有法律依據 就把人家的東西給扣起來 然後呢 你們自己在規範會議上面承認啊 因罰禁止進口的法律依據 我國的依法行政 最喜歡放在嘴巴上的依法行政 到哪裡去啦 我們目前是沒有開放啦 跟委員報告 對嘛 所以你法律的禁止依據在哪裡 你怎麼講不出來咧 今天喔 這個喔 管制規範會議議程 不是我捏造出來的喔 這是你們的公文書喔 說沒有法律依據也是你們自己寫的喔 說未來要建勤列入不得輸入的產品 也是你們自己寫的喔 沒有法律依據 現在也沒有禁止輸入 是未來是 憑什麼給人家call 這就是我的問題啊 所有的人都在問真的問題啊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會盡快跟委員部來演議 你說會盡一步一步 我直接跟你講啦 我直接跟你講 接下來 打行政訴訟 打國家賠償 我就不會讓國庫啊 支出利貿錢去賠這件事情 另外要賠 決賽的官員賠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